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 我們邀請到我們思義老師 來跟大家談台灣古道的嚴格發展 轉折以反思 其實整個千里步道 這麼多年在推動全台灣的步道 我想在基隆的這一塊 其實思義老師投入非常多 當時其實包括基隆步道的出探調查 其實思義老師投入很多的時間 我想在座如果有基隆夥伴 應該對陳思義老師不陌生 那他其實這麼多年來 二十幾年投入基隆的文史古蹟 那生態的不管是調查研究發展 那其實投入非常多的心血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著作 你看我手上我去年剛買的 剛才給老師借 英飛基隆也是老師的著作 包括我們基隆漁業史 那包括基隆那什麼 基隆灣傳奇 還有基隆的故事等 其實有非常多 還有八斗指的很多的研究調查 所以我想在整個基隆 我們要談基隆的在地的這種文史 尤其能夠跟步道做鏈解 我想陳老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那其實我剛剛講二十幾年的青春 都投入在基隆 他不是基隆人 本來是在台北 當然因為師母的關係 就變基隆人了 不過這麼多年來投入基隆 包括過去都還沒有文化局的時候 其實就很多都是委託老師 包括我們看到這一次的 我們不是有做陳柏嗎 中間有一個在漁會 其實那時候漁會大樓的研究 也老師的參與 那包括老師剛剛還送我一本書 從基隆的一讀到八讀的再發現 這些都是老師的研究 其實它是個寶 是個寶庫 如果你們值得挖的話 懂得挖可以挖到非常多的寶 那我們希望說老師 在我們步道的參與 不是只有這一次 那我們基隆步道學 也不會只有這一次 我本來是下學期還要再開 那盛興這邊跟我提到說 第一個下學期 因為就是亞洲步道節會比較忙 二來是他覺得說稍微再緩一起 所以我可能明年春天 我們還會再開一樣是初階 那可是在接下來 我們希望累積一段時間的初階 我們可以開進階 讓基隆步道學 它是一個綿延的一門 那個在地知識學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希望思藝老師 多給我們一些支持跟參與 好 我們不耽誤思藝老師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思藝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先講那個台灣的步道 台灣的步道其實大概大致上 可能會講不完 所以我大致上我可能要講稍微快一點 好 那個 對人民而言的話 而步道就是人民求生存過生活的一個足跡 我再看一下就好 然後對統治者而言的話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 然後現在的步道的話 就是經過了那個整個原住民的時期 然後威權的時期之後的話 來到現在的民主社會 步道就是我們去探索 整個台灣山林自然生態 山林自然生態之美跟人文時機資產的時候 所以現在的那個 我們算是很幸運的一代 而不用為了求生存過生活 然後在古道上奔波 我們可以懷著那個很快樂的心情 所以影響台灣古道的因子 大家稍微可以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人民求生存 然後求利益 然後國家的話就是要控制要資源 要防反亂 所以當整個世界的 整個自然資源 跟那個多元族群的概念 的這個觀念傳進來之後的話 我們整個山林的面貌就有逐漸的改變 從以前大砍木 用武力控制原住民 然後大砍台灣的森林 然後大開路 到現在的話就是像用國家公園 用生態保育去 用自然 保育我們的自然資源 然後尊重我們的原住民文化 這些都是我們的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好 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那個古道 從原住民時期 台灣古道的歷史脈絡 第一個就是原住民時期 原住民時期的話 它最主要就是那個 遷移路跟防禦路是求生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產業路 貿易路跟貿易路是為生的 第三個的話就是 部落之間聯絡道 跟殷勤道 這個是生活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有求生的 為生的 生活的 我們等一下都會舉例 這個是那個西班牙房古傳 安達魯西亞號 在十幾年前 宜蘭縣政府有請他 共同辦了一個面向太平洋的活動 所以在河西時期的話 他們有佔領路跟防禦路網 像我們基隆以那個聖薩瓦多層為主的話 他旁邊就有很多個砲台堡壘在保護他 然後再來的話 所以他要求安全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要求利益 求利益的話有有煤路有流路 有那個相關的那個利益搜刮的道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傳教道路 所以有三個城市 第一個是維護他們的安全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求利益的 然後第三個其實最困難的就是 文化的傳播傳教路 這個我們等一下都會再稍微講一下 然後漢人進來之後的話就是那個 在那個剛開始的時候的話 漢人大量進來跟原住民的彼此的接觸 因為清朝本身就是一個外來的 當時在中國本身就是外來的族群 所以他對原住民其實是比較照顧的 所以當時並沒有大肆的開放 而是保障原住民的權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到1874年以後的話就開北中南路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點 然後在日治時期的話 就是以國家的力量做整個台灣 然後到1974年以後就沒有在那個武裝抗日 就是在台灣中央三民的完全統治 所以在那個1914年發生了 台灣原住民最大的戰異 太魯閣戰異 然後1915年那個交八年 事件之後的話 台灣人從此就沒有在那個武裝抗日 就從社會上跟文化上跟政治上 尋求自己的福利 當然原住民還有一個那個最長的戰役 也就是那個拉拉雷那個18年 那個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講 然後在那個1934年以後的話 有十年禮凡計畫就是集團移住 他們希望說把原住民從高的地方 移到低的地方以避免他們作亂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講 國民政府時期的話就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大砍 大砍森林的時期 第二個是那個大竹路時期 所謂的大砍森林的話就是那個砍伐的 也就是以前日本時代的話都是用森林鐵道 後來的話就是建了非常多的林道 然後砍伐很多的森林 這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中橫北橫南橫跟新中橫 然後在新中橫見到一半的時候就卡住了 這個時候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講 在新中橫的時候就碰到一個 當時的台灣的環保醫師的興起 然後跟當時的玉山國家公園是衝突的 所以就 這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好 開始原住民時期 產業路 產業路就是 這些像那個 種植小米啊打獵啊等等等等的這些 就是原住民時期的產業路 這個是那個布農族的原住民在達爾基的時候要 他們要出去打獵 然後貿易路 貿易路的話就是要做生意 所有的原住民 像台灣的高山原住民也有很多都是有槍的 那個都是透過貿易而來 包括用瘦皮用黃金去跟砂金 去跟那個外面的人去交易而來的 然後當然也有海陸的那個貿易路 像我們的那個凱拉格蘭族 他會跟那個 中國大陸 然後會跟花蓮 會跟宜蘭 會跟淡水等等的那個 做水路的交易 所以這是貿易路 然後貿易的主要的東西 以瘦皮為主 當然也有一些砂金 砂金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那個 太魯閣族的砂金 然後部落陰親路 部落陰親路 我們要找一個例子 因為光這樣講話 大家就不會有概念 所以我們就選了一個那個 盧凱族救好茶的例子 這個是救好茶 救好茶是那個 路沒有辦法到 都是要用走的 有沒有人去過救好茶 他們是石板屋 石板屋的石板是用那個 他們在地的建材板岩 所建成的 然後他們的糧是用那個香山 然後北大五山 北大五山是他們的精神象徵 然後雙鬼湖區 是他們的那個禁區 然後他們以前用的大木桶 這個是南部原生的香屍樹 所以長得特別有精神 特別茂密 然後部落聯絡到 我當時在那個 我去過救好茶去過很多次 有一次的話 就從救好茶到阿里 然後當時就有一位老先生 跟我講說 他當時從阿里抱了兩顆金瓜 然後用跑的 跑到救好茶 花了四十分鐘 結果我那一次是跟那個 台大跟輔大的一些研究生 走這條路 結果走七個小時 然後途中的過程當中的話 就是大家都很渴嘛 然後路邊就有一種植物 叫做蘭大秋海棠 它的金非常的粗大 非常的飽滿 跟我們北部的那個 北部的那一種 北部的秋海棠 那個都不太一樣 那個就是適應當地環境 因為南部的天氣的話 就是冬天不太下雨 所以它的金需要發展成為 比較保水性的 就是飽含水分 來度過它的冬天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些觀察 然後這就是阿里 阿里這個是那個 頭目的家 這個是頭目的兒子 他就說他 他當時是國中主任 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就說那個羽毛是熊嬰的羽毛 熊嬰 台灣最大的老嬰 他可以抓猴子 可以抓三槍 他就說他當時 在少年的時候 跟同 跟同伴一起去打獵 然後他就發現說 他就發現說 奇怪 他好像怎麼別人都讓他 後來他才發現說 他其實是不太行的 後來他就在文字的 圈圈圈裡面去尋找他的山豬 所以他就放棄了原住民的那個 這個是貴族的家 他們頭目貴族的家 就是有桃湖 有非常漂亮的衣服等等的 然後他們就是用那個月桃 曬乾之後做編織 然後這個是聖絕 編成那個裝飾的那個頭罐 然後這是小米 小米如果要做酒的話 就要加那個紅色的那個米 可以做小米酒 然後他們也是以狩獵為生 然後他們要保護他們的領地 所以翻刀也是他們的著名的那個 因為有一個硬碟壞掉 不然還有一支翻刀是有掛頭髮的 那個就是有掛頭髮的翻刀 就是那個有出過草的翻刀 就是維護他們的領地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外來的宗教 基督教天主教就陸續進入 然後阿里的房屋 雖然是漸層的 可是因為他們很懷念他們的死板屋 所以他們在上面就加了那個死板做裝飾 其實就好茶跟阿里其實都已經廢村了 阿里還剩下很少的少數的幾個年紀老人 不願意離開他們的那個 好 然後族群的移動的話就是要看那個 族群的移動我們是以那個太亞族跟布隆族為例 太亞族跟布隆族 根據那個清朝史料的記載 太亞族 太魯閣的這個名稱 大概在清朝康熙年間就有記載 然後當時的記載是在台中平原 他們跟平埔族本來是那個 互相打仗 本來他們是打贏的 可是後來他們打輸了就被趕到埔里盆地 然後為什麼會打輸呢 這跟所謂的那個大渡王國可能有關 可能有關係 所謂的大渡王國的話就是有幾個 幾個族的聯合部落 然後後來他們就到埔里 埔里之後在後面的壓力繼續來 他們就繼續再往上 然後他們跟布隆族的話就是 一個往東往北一個往東往南分散 所以埔里盆地後來的話 也陸陸續續有平埔族的人到 所以說有人就說那個埔里的水平 還有埔里還有一句話就是埔里出鼻人 其實原因就是說 因為它是個多元族群混雜的地方 所以生出來小孩特別漂亮 這個是埔里盆地 然後從埔里盆地以上的話就是那個 泰雅族的話大致上就是往北往東 往北的那個圖層大概就是這一些 然後非常的多 大致上是這一些 因為這些是很多後來日本人租的 越嶺道跟井被道 他們的移動的路線大致上在這個附近 並不是說這些就是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移動路線其實是非常的密集 這是楊然君畫的那個 他們往北移動的那個路線 然後布農族的話就是往東往南 然後泰雅族跟布農族 布農族就往東往南 然後布農族的話 這個路線大致上就是輻射性的 這些古道也大致上是布農族的移動的那個路線附近 也不一定是完全 因為有一些古道的話是 有一些越嶺道的話是後來日本人租的 會比較好 他們原本的移動的道路當然不可能像這麼好 這個我們之後還會再 這個是玉山登山碑 大概二十幾年前我跟那個黃照慧 有一次開車在那個集集跟水里之間一直找 然後一直想找這個玉山登山口的那個碑 結果一直都找不到 然後就去旅社睡覺 結果第二天早上去吃早餐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碑就在早餐店的旁邊 然後旁邊還放了很多掃把 這個就是那個日本人 當時的 當時要登玉山並不像現在 像現在的話太方便了 新中文從塔爾加上去一下就到了 以前要登玉山的話要花很多時間 這個就是郡大溪 他們移動路線大致上就從那個 他們有單色 郡色 濁色 濁色 卡色 有一個最小的是藍色 藍色幾乎要被那個周祖同化 移動路線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進入清朝時期 剛才的話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山林原本是台灣的原住民 依據他們本身擁有的勢力 跟他們周邊的族群的勢力這樣子 然後太亞族跟布農族 有一點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太亞族往北 他的周邊不是平埔族 就是漢人 所以一般的話就是說 他們跟漢人之間的地界衝突會比較強 然後布農族的話 他旁邊就是周族 魯凱族 然後悲南族 阿美族等等 就是他旁邊都是有一些 比較強勢的族群包圍在旁邊 所以他們的整個部落發展的形態的話 就是會比較集團性會比較強 然後他們的律法非常的嚴謹 比如說你犯了什麼罪 那個罪就定得非常的 比如說要連坐 然後判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非常的嚴謹 然後太亞族是發散性的 我曾經去做過那個 德魯古族的 泰魯格族的調查 那邊有三個 就是德魯古的大亞跟多達 他們是輻射性的 他們是說你年紀到一定年紀之後的話 他們的族人就希望你趕快出去獨立 所以他們的社大部分都是比較小 然後比較分散 四散性的 所以這個是跟布農族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布農族的話他的社會比較大 然後凝聚力比較強 然後一年之間的祭典也比較多 然後他們之間的凝聚力會比較強 然後到了清朝時期的話 就是一個小小的 對台灣的整個中央山林的話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並沒有很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那個拓肯大陸 拓肯大陸其實就是從西部 從西部往丘陵地往山接觸 然後當時的話 其實他們的拓肯跟原住民的接觸 跟平埔族的接觸的話 其實是比較多 然後跟高山原住民的接觸 經常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被出草 被出草 然後跟平埔族原住民的話 他們會有一些方法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西子的那個卡拉格蘭人的例子 漢人就很聰明 就是漢人就養鴨子 然後那鴨蛋就拿去送給平埔族人 然後這樣吃啊吃啊 吃習慣的話 你那個平埔族人要再來吃的話 請你拿土地來換 然後很多土地就 或者是說因為卡拉格蘭族非常愛乾淨 有些漢人就在那個 他的土地上大便啊等等的 然後他說這塊地不要了 他就再往山裡面移動 所以平埔族人的土地就這樣一塊一塊的被清墾 然後原住民的話就比較不一樣 原住民會出草 所以說那個就比較危險 這個我們等一下有機會也會再講一下 所以漢人的遺墾基本上都是從港口 然後慢慢的循著西河往上走 然後那個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還是有一些分散在比較偏遠地區的人 他們基本上都會跟那個地方的那個 比較重要的市政或港口做聯繫 因為他們的生活資源都要從那邊獲得 譬如說以整個北海岸大屯山區為例 他們會到淡水會到基隆 後來會到台北 所以在整個大屯山區就產生了很多很多的古道 而這些的話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他們獲得資源的一些方法 所以大屯山區其實遍布了很多古道 而且很多都是沒有被記錄的 並不是有被記錄的才叫古道 比如說像這個金包里大陸 金包里大陸當然是有被記錄的 其實還有很多古道是沒有被記錄的 這個大屯山的古道 我也算探勘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 在漢人對原住民之間的話 剛開始的話就是以土牛堆 土牛溝 或是土牛紅線為界 可是漢人慢慢增多的時候的話 土牛界線就慢慢的往東移動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擴展 所以就突破愛永縣 所謂的愛永縣的話 我看一下 當時有愛寮 所謂的愛永縣的話就是 從漢人的村莊裡面開一條路 到跟原住民交接的道路上 然後再往左往右這樣伸展開來 然後可是原住民會出草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設愛寮 設愛寮 設愛寮的時候 愛寮周邊一百公尺的樹木都要砍掉 這樣才可以看清楚 是否有原住民要來出草等等 可是原住民其實很厲害 他們非常會躲藏 所以也還是經常被出草 尤其是一些喜歡抽鴉片的 經常會被出草 這個就是愛寮的那個 然後再舉個例子 人子官 人子官在1831年的時候 本來是在埔里 然後後來因為人口的壓力一直變大 後來清朝就是把那個藩界往前推進到人子官 為什麼叫人子 因為當時原住民就被稱為藩 然後漢人是人 所以人走到這個地方 你就要停止 所以叫人子官 各位如果從埔里到物界中間 那個梅西的峽谷就會有一個人子官 然後這個人子官也是 但是後來日本人來的時候 就被日本人來的時候 因為賽德克族非常的兇悍 他們去攻擊日本人的守衛隊 後來日本人的守衛隊 就調集更多的人 然後再去平服他們 幾乎都是這樣的例子 原住民都是 剛開始的時候都是用襲擊的方式 可是後來日本人調來更強大的武力之後 就把原住民打敗 然後就把愛永憲就往前推進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太好了 就是一個大的幫助 現在 我就跟我的孩子去慶祝了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以後我們出門 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爸爸出院後 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 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全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輔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周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 安心出院不擔心 安心出院不擔心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每個月我可以多會點錢回家 有管理員 有公社 跟鄰居也處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還可以申請三房的房型 讓幸福住進來 社會住宅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了 1966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 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 謝謝